欢迎访问从您学VPS配置系列教程2 VPS购物购买指南 本节分为五个小节 第一个部分讲VPS购买用途 首先明确VPS购买用途 第二个是选择应用用途的操作系统 第三是选择的地区 VPS的地区和厂家 第四是选择虚拟技术 第五是内程和CPU磁盘的选择 这里有个详细性的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讲一下VPS购买用途 VPS可以看着一个是小型的拓关主机 在购买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它用于做什么 下面我列举了几个 第一是搭电网 网站平台 就是这个是一般是 以前是主要用的 就是做网站来的 就是存放网站空间的 第二个就是部署企业化信息 现在有些有些企业 它因为小的企业 它没有一些机房 企业内部有一个小的机房 它就把这个信息托管到外面的一些机房 这样的话 它就是说有个人需要一些ERP系统 各个系统的话通过一个云平台可以加进的 第三个去挂的PT就是挂数据传需的一些分享来的 第十是加密数据访问科学上网 加密数据访问有些企业内部它可能有些数据需要加密的 就加密去访问 然后科学上网来的 就是你有些国内有些网站访问不了 可以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VPN是进行一些方式访问 第五个就是多个平台 学着开发平台 有些特别有些搞那个NT的 他们有一些代码需要一些平台 一个同时开发的话 可以在上面加进一个多协作的平台 第六个就是要存储技术 因为随着现在的我们一些照片 一些视频的太多了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加一个私有存储 同步到VPN是讲 第七个就是游戏服务器 游戏服务器的话 有些因为你在游戏服务 在前期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VPN是随着用不一样的增加 你可以升级VPN是 或者用多个VPN是搭建一个集群来的 反正有很多的应用都可以 每个人购买的用途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用途确定 首先要确定自己买这个VPN用作是干什么 第二个是选择应用 用途的OIS 在确定用途以后 然后用途后呢 我们要根据我们需要选择对应的炒作系统 取个例子 假设你是要搭建网站一个平台 但是你是用这个网站是通过ISP.NET 就是游远的一个技术来的话 那么你只能选择Windows VPN 如果你是通过私有存储云存储的话 那你可以就会选择Linux Linux要有很多私有云存储的一些方案 反正一句话呢 就是如果能够用Linux完成的 游行使用Linux VPN 毕竟那个Windows 它是有版权费的 这样可以在同等配价格下 VPN性价比会高 高很多 第三个我们讲一下选择地区和厂家 在确定用户或者操作系统以后 我们根据我们的应用面下客户的地区 选择VPN式机房和厂家 假设我们是用的是国立客户的 面向的是国立客户的话 那我们建议使用腾讯云以及阿里云 不过使用国立机房的它一个 VPN是它需要进行ISP 并要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 第二是使用国外的一个客户的 面向是全体面向国外客户 那肯定是用一些国外的一些 云平台的一个VPN式 它这两家都是价格又实惠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云平台提供商 一个对全体没有很高的要求的话 我们就建议使用VPN 国外的VPN价格是国内的一半 而且贷款很充足 国内的一些阿里云 腾讯云它的贷款 生意M的贷款都非常高的 在国外的它都卖是一级的阶段贷款的 而且它的独立IP是国内的五分之一 就是国内一个都买一个独立IP 每个月可能要100块钱 而且国外的可能就是10块钱 一美元的样子 第一次就选择那个虚拟技术 在在前面的一些是一些应用用途 或者是操作系统和厂家就确定以后 一个一个它在厂家 它提供了多整个VPN式 一个不同技术的VPN式 我们优先选择这个 这个在上一节上个课程的VPN是什么 那里也详细讲解 优先选择KVM 第五个就是内存CPU和磁盘的选择 一般厂家在一般厂家的提供商 它一般会提供多种方案来的 就是不同的方案 就是一级的内存或者养性的内存 三级的四级的内存 八级的内存 以及它有或者是磁盘内存 还有一些带宽 它可以自由搭配的 根据你可以选择自由选择 我们也根据自己的应用特性 选择对应的一个VPN式方案的方案 我这里有三个例子 三个 如果是应用要求很高的 就选择内存大的 CPU要强劲的 假设你是游戏服务界 肯定是要选择这一种的 内存要大 CPU要强劲的 分片要高一点的 如果你是网络应用的 那你就选择有样大的 假设你就很多是分享一些文件来的 那么你肯定是要带宽 带宽足和流量大的 如果你是用磁盘存储的 假设你就用备份了 就是说很多系统的备份来的 那你可能就用大磁盘 或者你用磁盘 就应用是ISD的方案 那个速度很快的 总之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应用 联合选择 不要一开始 就是很多人一买 都一开始选择很大的配置 其实我开始可以选择一个低配置的方案 等列文量大的以后 就可以无缝升级 因为VPN是最主要好 就是说你需要多大的带宽 多大的内存 也多大的持盘 你可以跟厂家之间升级一下 如果他没有升级方案 你可以联系他 给你定制一个方案 这样可以接受很多的资金来的 最后我就上了一张本系列一个 思维导向图 就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我后面还有好几个讲解 要讲的 今天这个关于VPN是购买指南 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的公众好留言 谢谢大家 再见